我深知道道歉是一种相对廉价的认错方式 因为道歉能看到一个人低头 却无法看到他的内心 我觉得老王不要说了 这个不是一个道歉性 请把这个调查记者的身份拿掉 你别老挂在嘴上 不然你又不配当这个调查记者 你又总说自己是调查记者 那么在别人眼里或多或少都会恶心到别人 记得点赞关注哦 大家好我是大树 陈俊翰律师去世了 这个消息对我来讲非常的痛心 我不知道王志安等嘲讽陈律师的这群人 看到这则痛心的消息后 是否还能笑得出来 是否还会觉得陈律师是故意扎实 是民进党有意安排 那么一会儿呢 我也会和大家分享一下王志安的致歉性 那么在这里呢 我先说一下我自己的感受啊 我觉得一个为国家为台湾人民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的身障人士 我们每一个人从他身上看到的都是正能量的感动和激励 唯有那些心怀不轨 内心阴暗 甚至是愤世忌熟的人 会嘲笑陈律师是在装 那么当天的台湾大选之夜 陈律师的演讲 正常的人看完之后都不会觉得陈律师有任何为民进党站台做秀的问题 也没有像那帮小肚鸡肠的人觉得陈律师是在煽情 相反我们都会觉得这是真情流露 任何一个有心的人看完之后 我们不说他会落泪吧 但至少一定是心酸 鼻酸 甚至是感动万分的 那台湾有这么一个优秀的陈律师 是台湾人的骄傲 在王菊挑起的这波战火之后 我们看到陈律师的这些回答 我们会发现陈律师的情商和智商非常的高 而且人品非常的优秀 就这么一个身残至尖的人 被王志安等人嘲笑 这是在做秀 那你说民进党的时候 你就变相的就在批评陈律师的人品了 无论你有意还是无意 你对别人都造成了伤害 那面对王志安等人不知道悔改的恶意重伤 我觉得陈律师做到了很多人 都做不到的这些大人之心 我从他的身上 没有看到一丝的愤怒 但是呢 他有着那种宽容 也有着那种忍耐 甚至呢 是对这种恶的这种嫌弃 这种嫌弃 是一种高尚 是不同流合污 甚至是出淤泥而不染 所以我觉得这才是台湾之光 华人之光 陈律师呢 真的很可惜啊 虽然呢 有点英年早逝 或者说老天爷对陈律师有些不公 但是我认为陈律师的人生非常有意义 也非常精彩 他做到了他应该做的 我相信天堂才是生命美好的归属 而天堂里再也不会见到王志安这类人 而至于说那些坏事做绝的人 可能到了地狱里 面对18层地狱的酷刑 也无法消除他们的罪恶 因为活着的时候 比那鬼还要可怕 这样的人连鬼都不配 这样的生命 他要不进无声之门 这才是老天无言 所以呢 我相信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那现在呢 我们再来聊聊王志安的这个道歉信 经文陈律师去世 令人震惊和遗憾 半个月前呢 我起草了一份给陈律师的道歉信 当时觉得不甚满意 让一位朋友提意见并修改 但各种原因一直没有修改定稿 所以这封原本应该发给陈律师的道歉信 直到今天也没有发出 经文陈律师去世 我的歉意再也无法抵达 这是令人无限的懊悔和遗憾 这世界上有许多事情 意识到就必须要做 否则时间会让我们知道 很多事情一旦错过就是终身的 那我希望老王要说了这句话就要兑现 不然真的会让人觉得很恶心 那贴出这封道歉信呢 算是我诚挚告诉陈律师的歉意吧 陈律师您好 我是王志安 一名来自中国大陆 现居日本的新闻人 你我的人生并无交集 但最近的事情 却将我们两人裹夹进一场风波 成为了舆论事件中的主角 我想无论是你 还是我 原本都未曾想到今天的这一局面 我很知道 这一事件给您带来了冒犯和伤害 困扰和打扰 感同身受之间 我必须为你道歉 这句话呢 听起来怪怪的 但是整个事件 是因为你王志安 把人陈律师卷进去的啊 所以按道理来说 是你王志安裹挟陈律师 引起了这场风波啊 事件发生后 我第一时间就让台湾的助理 想办法联系您 但辗转之间 只 只来联系到您的助理啊 我们很 我们很想通过 他直接和您共通 并当面道歉 但很遗憾 他拒绝了我们这个请求 他的意思是 我无需为您本人道歉 只需为台湾的全体身脏人士道歉 1月16日 我在节目里 对台湾全体身脏人士 做了道歉 但三天后的1月29日 我看到陈律师 接受采访时 依然对我不谅解 我反攻诸己啊 深感自己前一次 针对您和身脏人士的道歉 还不够诚恳 所以今天 特地给您写一封信 专程为您做诚恳的道歉 为什么要谅解你啊 这是无法容忍的事情 你老王止伤骂怀 恶意诋毁三情 还要让别人原谅 说明老王这骨子里的东西 不但是打死都没有错 也不单是傲气 而是顽固不化 至少这个认知是扭曲的 我真的不理解 他为什么要用谅解这个词 我看他用的这些词 都非常高级 他这里怎么会用谅解 谅解就觉得他没有错 要让别人去体谅他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中文不好 但是我听出的这个意思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说实话呢 在1月11日之前 我并不知道陈律师的过往 因为海峡两岸目前的状态 虽然大家都讲中文 但却各自守着一个信息孤岛 我知道这是时代的翻篱 但我身为一名记者 却不该因为这一点而谢哲 如果我知道陈律师 曾经为台湾社会人权 所做的努力 我11号在凯道现场 包括后来录制夜夜秀节目时 应该就不会用那种口吻 来模仿残障人士 对这一点我诚恳认错 我再向你道歉 我觉得老王不要说了 这个不是一个道歉信 我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陈律师的过往 怎么没像你老王一样 老王说实在的 你根本就不配当这个记者 请把这个调查记者的身份拿掉 别老挂在嘴上 不然你又不配当这个调查记者 你又总说自己是调查记者 那么在别人眼里 或多或少都会恶心到别人 我本人一直支持残障人士参与政治 我也认为陈律师参选立法委员 彰显了台湾身障群体 在社会平权运动下 完全可以以一个普通人参与社会竞争 甚至呢 包括可以决定台湾政治走向的 立法委员的选举 他这里呢 用了一个社会平权的运动 和社会竞争 这个是民主世界里的权益 任何的人都享有这份权利 这个不是竞争 而是社会的常态 我过后的了解 您参与这场选举 和您残障的状态无关 是您的经历和资历 足以担任这一重要的职位 陈律师这次立委选举没有当选 但排名第16 未来依然有机会进入立法院 我相信您的能力和背景 一定会为台湾社会的平权运动 赢得更多的法律空间 如果未来我有机会 我很希望能通过我的报道 让更多的人了解你的努力 以及取得的成就 我觉得不需要了 因为台湾的人都知道 陈律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为什么要通过你眼中的陈律师 我们才要认可陈律师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深知道 道歉是一种相对廉价的认错方式 因为道歉能看到一个人低头 却无法看到他的内心 言语再过恳切 也不一定能表达真正的歉意 更何况伤害一旦造成 歉意未见得就能弥补伤害 我为我的言行给您 以及台湾残障群体造成的伤害 而深感自责 就在今天我们决定 为台湾的罕见病基金会 捐款一百万日元 钱虽然不多 也算是我诚恳道歉的佐证吧 这个钱还不是王志安一个人捐的 是他们一群人 不到是他和他的团队人 还是他和他的小伙伴们 反正就捐了一百万吧 那王志安呢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我觉得这不是叫醒一个沉睡的人的 这个问题 而是一个人的思维认知 是极度扭曲的问题 在任何人眼里 道歉绝不是一种相对廉价的认错方式 而王志安之所以会认为道歉 能看到一个人低头 却无法看到他的内心 那是因为他的道歉非常的虚伪 也并非发自内心的 我看到很多人啊 每次出现公关问题时 就通过花钱捐钱的这种方式 去消灾免灾 就像由头一样 去证明自己的人品 这个呢 就是魔共思维下 我们国人的悲哀 这种思维物质 是魔共的丛林社会 强制带给我们的扭曲思维 和处世之道 其实不是什么东西都能和钱挂钩的 如果他老王要真心认错 我相信很多人也会原谅他 至少你老王要对网络里的十七宗罪 你要一一的认 对不对 如果他老王依旧觉得 他是华人之光 世界之光 民主之光 宇宙之光 我相信他捐再多的钱 大家也不会买他的账 最后呢 我想说啊 很多人都说 我们国人是沉睡的人 是叫不醒的一群人 我相信老王 就是叫不醒的这类人的其中之一 为什么 因为要党性就一定没有人性 不把这个党思维 从脑子里完全的根除 一辈子 都是中邪的状态 害人 害己 好了 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